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妹养子 上次拍的小南瓜剪侧枝的视频 由于很多朋友反馈 没有看清楚 所以今天小妹养子来到地里面 再给大家拍一段详细的视频 这个如何剪侧枝呢 看到了吗 这个是它的主干 这个是旁边长出来的这一根侧枝 这个侧枝长得很长 这么一大根 这么一长根 这是侧枝 这根也是侧枝 这也是侧枝 这个也是侧枝 这一根主干刀 把它留着就行了 旁边这些侧枝下面没用的几个 都可以给它剪掉 这根剪掉 然后这个上面的话 它还会继续长的 你看这里已经在结小南瓜了 这上面还会继续长 这里也有一个小南瓜 这样顶端优势嘛 让它的营养往上跑 下面这些没用的 就给它剪掉 这个剪下来可以吃 不要扔了 可以炒着吃 那我现在就把这三根剪下来 看哦 是侧枝哦 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这个是叶子 你也可以把它剪了 炒着吃 主要是侧枝 因为侧枝长得比较长 你看长那么长 这是剪下来的三根侧枝 看到了吗 这么长 有根茎 有叶子的 这个也给它剪掉 这个叶子 感觉也没用 太大了 消耗养分 给它剪了 这个也剪了 这里还有一根侧枝 这根留着它 让它结瓜吧 现在剩这一根 它这个上面 还会继续发侧枝的 它是每一个结上 都会长小南瓜的 一根藤上有熊花 也有瓷花 像这个为什么死了 就是因为 受粉失败 受粉失败了之后 它就长不大 你看 它的果子就干瘪了 变黄了 这个后面它就死掉了 脱落了 自动脱落的 因为它受粉失败 所以它长不大 你看 这个就是受粉成功的 这个也是受粉成功的 只有熊花的花蕊 落到瓷花的花房里面 它才会长得大 不然像这个的话 花粉没有受成功 它就死掉的 就会掉下来 这样剪了之后 有一个好处就是 避免它的侧枝太多 消耗养分 叶子也可以剪掉 也是避免它 这么大的叶子 太消耗养分了 可以把它剪掉的 剪了之后 它又不会死 它就集中营养 往上输送 然后更加利于它 这些果实的成长 如果营养不够的话 它这些果实很有可能 都长不大 知道吗 看它长得多高 所以它的营养一定要足够 因为它长得 能长到两三米 营养不良的话 它肯定会夭折的 不利于它后期果实的成长 看这个就掉了 果实死掉的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 收粉失败 雄性的花蓝没有掉到 死性的花房里面去 所以它没有收粉成功 后面的话果实长不大 就会死掉 变黄了 后期就会自动脱落 第二个的话就是养分不足 养分没有输送到这来 所以它缺养分夭折了 第三个的话就是 日照不充足 因为南瓜它是属于很喜欢 阳光的一种蔬菜 之前我们家是蔬菜大棚里面嘛 所以它是属于半日照的这种环境 所以阳光不足 温度太高 可能也会导致它的果实会死掉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当它结成很小的 像那个像这种小果子的时候 它上面有很多绒毛 不要用手去触摸它的绒毛 这个就是我上次用手摸了它的绒毛 也可能导致它死掉的一个原因之一 千万不要好奇去摸它 它的上面的细小的绒毛 就是它的保护层 你把它的保护层去掉了之后 它由于太娇小太柔弱 没有办法抵御外部的环境的轻视 比如细菌啊病毒啊这些 所以它后期就会死掉了 被感染死掉了 看我这个就是从刚才这个测枝上面 剪下来的 这个等一下晚上拿回家 可以炒着吃 那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香妹杨子 每天更新田间故事聚焦三农内容 分享农村之美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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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